我宣布 港交所會在今年的九月實施新安排 證券市場在惡劣天氣之下不停止維持運作 投資者在新安排之下 可以在香港發出了8號風球 以及以上的颱風訊號 甚至是黑色暴雨警告的期間 遇上買賣香港股票和衍生產品 並且透過互心股通買賣內地A股等等 環球的主要股票市場包括深圳和上海 現在都在惡劣天氣之下維持交易的 香港現在是另類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沒有理由不看齊 事實上絕大部分的交易都屬於電子化 沒有合理的理由 其他市場在惡劣天氣之下可以不停止 香港做不到 較早前 廣交所進行了公眾諮詢 佔市場交易總額約九成的經紀商和銀行界等 都支持實施不停止的安排 惡劣天氣不停止 可以鞏固香港廣交所的競爭力 增強香港作為國際和內地市場相向門戶角色 新安排在九月下旬開始實施 是讓業界有足夠的時間作準備 同時政府和有關機構會支援小型證券行作準備 最初出現了